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cebook 的朋友你们好 星期二的嘛 三百负利节 今天就给人九百负利节 三百负利节 每天都要送花 Share news 的朋友你们也好 Crossover V-Lite Channel 数字玄机 那就是那句 仍然是币圈的 不 应该是俄乌的 不太说定数 美股都散了 不散了也不差几 因为早两个星期前的低位 今天还低 破了位 Lasdek 跌穿了480 13480也串 那是不麻烦的 很明显地看到所有东西都比较 有些风雨欲来 还是否有危有机 大家都不知道 就算你弊 都像上次说 再破四万五才行 不行 真的下来三万八 可能三万六七左右 然后再上次四万二 四万三都有反复 走回去年五月十九日到七月份 那个波幅 有少少这样的情况 这些事理解 大家要留意 今天Zero回来 和我们今天分享一下币圈三件事 第一件 第一件事就讲一下Telegram Telegram 上次买了的就是TON 是 有没有好东西 Telegram就是这样 因为 人们一直觉得Telegram 有俄罗斯的背景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比较敏感一些 但是很奇怪 大家又看到 这个乌克兰政府 很多东西都是用Telegram 包括政府自己内部 一些加密的传株 都是用Telegram 引起一些责疑 这个俄罗斯背景 是一些乌克兰俄罗斯 嗯 没错 今次因为 支持他就可以了 因为有质疑 他那个创办人Durov 有说话 他说他母系那边是属于俄罗斯 他有大量的亲戚 都是在乌克兰 他母系是乌克兰 他有大量的亲戚在乌克兰 他亦都在基库那边有很长时间 而且他以前在俄罗斯 运营公司的时候 亦都被俄罗斯质疑过 他那个背景 要他交很多 乌克兰那方面的身份的背景 他说到现在这一刻 因为当时俄罗斯 要求他交出他的背景资料 他是拒绝的 所以他现在 他公司在俄罗斯 是没有任何员工 也没有任何营运 他现在是一个 不可以叫乌克兰基地 是一个独立的 俄罗斯籍的人 不过就不是亲俄分子 他总是想说这些东西 而且他说得明白 他所有东西都是点对点加密 他没有办法处理到里面的资料 叫人们可以继续放心 安心安全 然后就继续支持我的Telegram 因为我支持乌克兰 那些汤应该是否应该要买一些 应该要升一些 哈哈哈 因为币圈很主要的 community 一般community的通讯 都是用Telegram Telegram channel 所以引起币圈的质疑 是很正常的 响袋兼起底 是 即是告诉你 我身家清白的 我是那种 但我有些是那种 但实际来说 我对它是没有百分百纯重的安排 所有的都是点对点 相信我的Telegram 这些东西不会洩漏的 天大的机密都是机密 没问题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币安 币安宣布成立支付服务公司 叫做Bitfinity 支付服务公司 支付服务和技术公司 它成立了Bitfinity之后 它就会开放这个API 让一些商业公司 都可以 加入这个API 去他们的公司 就可以做支付 收钱 它现在呢 这个服务呢 就会有50种 另外呢 加了Visa和Master 那就是说 有Fiat 有Fiat 是的 它这个服务呢 是Fiat转Crypto 或者Crypto转Fiat 亦都可以互换 亦都可以接收到Crypto 接收到Fiat 那它呢 亦都火拍了一些 只是Money Changer 亦都火拍了 拿个MSB牌照 在美国就搞得了 Money Service 叫做Money Service Business 亦都火拍了一些 有名的支付公司 例如checkout.com 那它呢 全世界是走的 亦都会打入拉丁美洲 欧洲 亚洲 亚洲未想 有的 亚洲应该是它自己 自己想 因为它好像说 搞个Western Union 合作就搞定了 Western Union 在亚洲的Base 很强 它说有新加坡的交易所 会跟它合作的 它最主要都是要解决 当地Localize Money Service Operator 的身份 最主要是这个 OK interesting 币安进攻 加密币Digital Currency Real Exchange Fiat Exchange 又要加到Fiat Exchange 是 因为它做支付 例如 你有间公司 你平时可以开通支付渠道 你可能收Visa 或MASTA 如果用它的公司服务 你除了收Visa 或MASTA 你可以收欧罗 收英网 收港币 Technically 我看没什么原谅 没什么特别的 问题就是 你的Localize 你在当地的Jurisdiction 有没有问题 开得出来 有很多律师帮他看 不需要我们回答 OK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是FTX FTX 我爱他 宣布 他会承扭FTX Europe 会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 他已经在塞浦路斯 拿证券交易委员会 拿了牌牌 他会在FTX 在欧洲 欧洲Blaze 就在Cypress 欧洲Blaze 我听说他在澳洲有些东西交 所以留意 眼尾留意一下 是 似乎已经买了一些License 在这裏 蠢蠢欲动 在澳洲 是 可能会做一些Stock Auction 那类 是 他主要都是做Diritive Link 的Surface 一些Crypto Surface OK 看到两大巨头 都会在类金融的环节 慢慢伸手 财大必然有利 不是气粗 财大一定是气长 阿Sam 刚刚过了30岁 刚刚30岁 人家的30岁和我们的30岁 真的不能比 提一提大家 今晚3月8日 FGX的IEO 如果合资格 有Ticket 今晚9点 记得准时上去研究 我好像有些东西在你 快点进去 OK 正常 三件事 币圈和类金融 金融 金融金融金融 人道通道 人道通道 但是 人道通道 限制了 只能去俄罗斯 或白俄罗斯 好像市场 就觉得 玩东西而已 不要玩 你给我的通道 你会知道我去哪里 但限制了他的方向 这件事 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不可以否定一个可能性 就是 现在在乌克兰里面 他也不想那些人都被散开 因为你散开 就没有了一些人的 一些 人的一种 不知道人欲盾牌 至少你炸上来也不敢乱来 现在在街头巷战 其实街头巷战是不理想的 因为 以现在这个 这样的技术 它炸了你都还可以 那就死得人多 对不对? 这件事也是不理想的 一种想法和 approach 现在发展到这个情况 股票 期货 油就发得很厉害 因为今天还是在 摘着高位 波罗的海那边的油价 都乱了 等等 都是告诉大家 币圈 可能在这次整体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无限相机 在里面 小心 謹慎 留意 好运 这是最重要的 和大家消息 再见 明天Facebook的朋友再见 Share News的朋友请请 明天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